如果有陌生人向你求救 一定要留个心眼 有一次跟女朋友发生冷战 那天晚上我俩像陌生人一样 走在大街上 间隔大概五米 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 大概也是二十岁的样子 跑到我女朋友的身边 神色慌张的跟女友说 求求你救救我 后面那两个人一直跟踪我 女友赶紧跑到我身边 问我怎么办 我向后看了看 果然在不远处 有两个中年男人开着车 在慢悠悠地跟着她 于是我一面故作镇定地 安抚这个女孩 一面拉着她跟我们一起走 其实当时我也没想好 该怎么脱身 由于已经是晚上了 街上也没有什么行人 我只能带着他俩 尽快往人多的方向走 我边走边告诉她 前方就是我小区的保安港亭 你到这里就安全了 我是这里的护主 我保证小区保安一定会帮你的 但这时女孩好像很抗拒 声泪俱下地说 不行 小哥哥我不能去 那两个人还跟在后面呢 我只想摆脱他们 然后自己跑掉求求你了 救救我吧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问她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女孩说 这地方你熟悉 帮我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让他们找不到我 我就能逃跑了 这时女友看着对我说 咱们帮帮她吧 她太可怜了 女友的这句话反而惊醒了我 可能现在危险的不是这个女孩 而是我的女朋友 这个求救的女孩 和后面的两个中年男子 很可能是一伙的 他们是把我女友当成了猎物 想利用女学生的同情心 把她带到一个偏僻隐蔽的地方 再下手 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看起来落单的女友 跟后面的我是认识的 由于全程我们一直在快步走的状态 当时我也只是考虑到了 有这种可能并不能百分百确定 所以目前只能先保证这个女孩的安全 做到无愧于心 然后我跟女友再脱身就行了 女孩还一直跟我们说 一直重复 千万不要把她抛下 我告诉她 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我们回小区保安亭 你放心 我会把你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这个女孩虽然看上去很惊慌 但是对于我这个提议却表现得非常抗拒 求我说 小哥哥把我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吧 他们看不到我就不会跟着我了 此时她越是这样求我 我越坚定了我刚才的想法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也不管她说什么 就一直带着她往前走 直到小区门口 那两个尾随者也在小区亭下 往里边观望着我们 我说 你现在进保安亭 我保证绝对安全 里边所有人都能帮你 你可以选择报警 或者联系你家里人 此时的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甩掉她 与企业变得坚定起来 坚持了几分钟 她看我态度强硬 还默默唧唧地走进了保安亭 嘴里还嘟囔着怪我们不帮她 我并不理会回到家 女友问我为什么不帮她 我就把我的顾虑跟她讲了 她拒绝报警 拒绝去人多的地方 反而非要你带她 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逃跑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定有问题 因为我的推理 女友已经吓得脸色发青 她一边后怕一边问我 万一女孩说的是真的呢 我只能说 反正她现在已经安全了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如果她认为连报警都不能帮她 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最后请所有女生熟悉并背诵这句话 需要帮忙的都是弱者 而弱者是不会找比自己更弱的人帮忙的 你们认为呢 你们认为呢